路口機車 懶洋猛撞 騎士乘客噴飛 再撞汽車 這起車禍 發生在嘉義縣冲浦鄉 把行車記錄器放慢看 原來是一名阿伯 從路邊軌切左轉 另一台機車逆向狂飆 騎士乘客都是少年 通通沒戴安全帽 無照騎車高速擦撞 三人清傷送衣 屏東縣方山鄉 則是連結車疑似沒有注意 前方路口已經是紅燈 反應過來猛力踩煞車 已經完全來不及 追撞遊覽車 遊覽車被推撞後 再追撞前方機車 造成三車連環撞 連結車車頭幾乎全毀 遊覽車也被撞凹 當時車上有24名 高雄理事長協會成員 造成13人手腳擦傷 車禍甚至撞出案外案 原來騎士年僅15歲 無照騎車 一次因煞車不及 追撞前方 停等紅燈之遊覽車 台南安南區三間半夜 白色進口修律車 左轉時 疑似速度太快 打滑失控 一頭撞進眼鏡行 鐵捲門嚴重變形 門口停的深色修律車 板進撞凹 眼鏡行業者 聽到碰撞聲 想下樓查看 超傻眼 無法開門做生意了 還有騎手不要鬼切 不要逆向狂飆 要戴安全帽 開車要注意 車前狀況 以免煞車不及 發生嚴重追撞 接著南部綜合報導